因为我有点事情 这个任务是12月30号才能结束 所以说是一直就没有关注群 害怕影响经历 今天突然接到个电话 有人告诉我群里头有好消息 所以我今天进来看了一下 小米解释得太棒了 讲解得太棒了 很精彩 我就觉得我去解说 我也说不到他那么漂亮 那么精彩 那么合适 实际上确实是好消息 实际上现在就可以说是局势已经明朗化 实际上我没想到他的这个东西 一下能这么明朗 就这么快的时间 我是准备月底进来说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12月1号 就是我们一直以前等的那个5月23的那个颁布的那个国家标准 就是区块链和分布式地账技术的国家标准正式执行的时间 也就是从那天一切开始合法开始落地 配备的法律的执行 大部分都是2024年1月1号 所以说他这个12月1号到2024年1月1号之间 这个时间点里头有很多东西会落地 包括我们稳定币必须要等到的两个文件 因为我们稳定币也好 而我们的钱包也好 他有一个强制的就是他必须领处置支付牌照 而处置支付这一条 在就是他属于非银行支付机构 非银行支付机构里头涉及到这个处置支付这一方面 是在国家的这回的政策监管 意思是必须等到他的法律的落定 这个法律落定以后监管政策通过以后 那么他会和银行形成两种关系 第一种关系就是上下游的关系 那么第二种关系就是竞争的关系 我只说这两个关系 我不会做深入的分析 去给大家去说这些东西 因为还没有到那个可以去深入去包挖的那种情况 但是从这两个关系中 大家就明白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等这两个顶级文件出来 也就是知道这两个文件他也就快出来了 因为在两会上这两个文件是在今年的立法 2023年立法中他是要出的 他是过了两会的 那么他现在就十月多了 我觉得他出也就十月底或者十二月他会出的 所以说是情况非常非常明朗了 然后他稳定币如果是在十二月初的话 那么他的这个法规也许就是十二月初 也就是说是这个国家架构的标准正式执行的时候 他会配套的出他的同步配套出他的监管法律 因为他在里头包括职能监管范围 还有各种细分 就是非银行支付里头的职责的细分 他会这两部法律里头他都清清楚楚 所以说是这两部法律我们等到以后才有合法性 你稳定币你发行你支付跨境支付 还有包括处置功能各方面来说 你才有合法性 他到了一个跟银行 我不是说一个上下游的关系 一个竞争的关系 另外了银行包括结底银行以后 它是直连的模式 它具有清算和结算的功能 而这个稳定币和钱包 它是断直连的模式 它不能直接进行就是结算和清算 它是利用它的背负金进行加减 它结算的时候是利用它的背负金进行加减 所以说是我之前为什么让大家去关注 就是非银行支付机构 它必须提供背负金 这些就是说是总的来说 我看了看现在基本上我们都准备的 基本上差不多都很到位 我们就是现在等 等就是它该有的政策文件逐步去落地 逐步去落地 局势已经这么明朗化 所以说是一切都很快了 大家耐心等待 祝福大家 大家可以天天保持个好心情 不用去硬挖或深挖什么东西去了 不用去挖了 就等稳定币监管 就等稳定币监管就可以了 那天敬ce 的 loser 利索币监管 酱師